我身邊有一個夥伴 那位夥伴是接下來要上來的獎者 全台灣 全台灣最美的男人掌聲喊起來 春季寒 什麼叫害怕 也不管別人怎麼說我 我認為對的事情我就會全力去做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 好 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的到來 2300萬人現在都在現場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媒體改革 2019年6月23號我跟黃國昌 我們要求什麼 政黨軍退出媒體 我們民主進步黨更進步啦 政黨軍全部都在媒體 大家都說對不對 他說司法改革 我們的確看到了司法改革 開槍的越來越多 詐騙的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民主進步黨就是一個詐騙黨 大家說對不對 蔡英文總統說 我們年輕人很辛苦啊 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房 現在啊不吃不喝多少年 我們進步了 我們進步了 我們清單貸款也進步了 30年40年50年 還到你下一代也還不完 是不是進步了 大家說對不對 每一次民進黨答應的事情都不做 去年7月16號 沒有 我站在海道上 他們在圓山大飯店裡面吹冷氣 我以為 他們會檢討 他們自己所承諾的 沒有 他們檢討說 現場有幾個男生幾個女生 現場有沒有職業學生在拿A式子 館長很瞧不起女生 我們那天看到什麼 看到偉大的民進黨摸著屁股 把一個女的摔到地上吃大便 范雲有出來講話有沒有 有 我只覺得啊 民進黨現在他爹啊 民進黨他爸叫黃國昌 在立院外面啊 郭昌 郭昌 你出來 郭昌啊 你的話你老爸啊 我今天只來跟大家講 當我們每次有什麼問題 丟給民進黨的時候 他就是在提一個問題來問我們 譬如講 司法改革為什麼不做 館長是中國派來的 居住正義為什麼不做 館長的健身房是拿中國錢開的 我在這邊特地在強調 所有台灣人看清楚 我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 不是台獨歸孫耶 現在在掉下的那個 守護台灣主權是我們的DNA 而不是你民進黨跟民進黨支持者 拿來做一個意識形態的對立 我們這些可憐的巴西喔 還要努力奮鬥 國昌老師在剛才後面跟我講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那天坐在那裡 他們後面一排立委女生的 一直罵我一直罵我 他們要幹嘛 他們就是要製造泛雲的時候 黃國昌 咆哮 黃國昌的口水好多喔 我希望大家發起一個運動好不好 只要他們會按黃國昌 各位在直播當中 在新聞下面大家都打 黃國昌是你爸 今天相信這麼多人在現場 也這麼多人在線上觀看喔 相當多台 我現在加起來至少現在 全台灣的媒體加起來 十五六萬人在看 我們現在只能在這裡 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站出來 都是秉持一個 我們今天犧牲自己的時間 我也是 大家都是 所以怎麼樣 我們要改變這個台灣 我們要改變這個台灣 我們要相信 這些人可以幫我們改變這個台灣 館長喔 很想罵大家前面已經 好不好 這個已經 祖宗十八代要拖出來 我也沒有什麼好罵了 大家今天在這邊也辛苦了 我今天來 最主要還是 給你們自己 也給我們所有在場人 一個最大的掌聲 好不好 謝謝你們